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把我们自己已经做好的APP 日后我们还要知道它的成效 还有就是这些APP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方便我们把这个概念建立好之后 日后不管制作验收 或者是说当我们在跟厂商沟通时 我们的需求双向能够比较好的达成 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他就希望说借由实际上已有的像Google表单 然后如何来制作APP 希望就是说我们开这样一个课程 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 Google表单它本身还是要与 例如说网站的架设去结合 还有智慧型手机的应用 那当然就是制作APP 另外还有一个主题就是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 举例来说在行程规划上面 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好像是上个月 它跟捷运终于连通了 也就是说之前可能捷运上面 那个你透过Google map 它是没办法告诉你说 比如说几分钟之后 然后要经过多少站 可是上个月开始 它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在行程规划上面 不仅是只有台湾还有世界各国 所以到时候我举一个 就是台湾还有日本的行程规划 让各位去了解一下 再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地图里面 有一个叫做我的自己的行程 自己的行程 自己的一个历史 曾经哪一年哪一天 到什么地方走几公里 哇它全部都帮你收集好了 收集这个东西对我们健康管理 有什么用处呢 稍后我们再跟各位来去分享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羊 所有的课程最后呢 我都会把它放在YouTube频道 YouTube我的频道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您到YouTube 然后搜寻一下我的姓名 再搜寻这个Google表单 你就可以找到今天上课的内容了 方便你可以跟其他的同仁 互相交流一下今天的内容 那这边我有放我的 比如说网站 我就是把我们上个 两个礼拜前做的网站呢 把它整理 把一些我相关的教学的影片放上去 那还有这边有我YouTube的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一起来学习电脑 好那我直接就先看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上次我们最后讲到这个网页架构 网页架构 最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网站登录 也就是说我已经做好网站了 可是Google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网站 Yahoo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网站 如何把自己的网站登录进去 这个网站登录到Google到Yahoo 这是各位必须要学会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focus到今天的内容 顺便我也会给各位去观看一下 像因为我有MyGA在我的网站里 甚至他每天都帮我记录 这一天有多少人进去 所以我等一下也可以给各位去观看一下 首先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网站的登录部分 首先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网站 自己的网站像例如说我的网站 首先我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这是我的网站 那我的网址 我的网址希望被别人搜寻到 还有孙再阳电脑教室这个名称 也希望被人搜寻到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网址 这是我的网址 这是我的网址 所以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好之后呢 复制好之后 例如说我就 假设我现在我第一个 我希望把自己的网站 让Google 别人在Google这边搜寻的时候搜寻到 好 例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是不是在Google搜寻里面 我就输入孙再阳电脑教室 然后你看第一个是不是就找出来 因为我打太完整的名称了 绝对找得到 可是你要知道怎么做到这件事 要不要钱这很重要 你不要被那个厂商窟窿过去了 反正他就跟你讲说我全包 所以跟你收一笔钱 但是这里面他就写说 我还帮你做实战登录 这根本就不用钱的 而且你可能自己动手做一下 就做完了 好 我的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那个你如果不知道 不知道 你会觉得说这笔钱花出去了 但是等有一天你知道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很就是不太好受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好了 好 你看当我点下去 这就连接到我的那个网站 怎么做到 很简单 我们现在来看看 首先我们先到Google 我们先到Google这边 我就直接输入什么 我要在Google 我要把我的网站登录到Google 对不对 我要登录到Google 然后网站登录 所以在这边我就直接输入网站登录 这边我先暂时登出 这边我先暂时登出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这边 当我刚刚输入了 就是Google网站登录 你有没有发现 前面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网站 新增URL到Google的所以 就是他 点他 然后他要求你一定要 这边有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更棒 他说什么 网站必备 就是将网站登录到Google 然后Yahoo并还有那个翻组团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其实你应该知道Yahoo已经倒了 所以 可是你应该知道 我们还是有些人可能在Yahoo里面希望搜寻到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至少Google你要登录 Yahoo你要登录 然后那个并是微软公司的搜寻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们点他 你看一下他这边说 这个网站必备 将网站登录到 登录到Google、Yahoo并Yahoo 这个是腾 腾慢那个英文单字 好 就是翻属腾了 然后怎么做呢 首先登录到Google搜寻情 他说开启浏览器输入 好 例如说就这个 进入到Google的登录页 所以我点他 然后接下来他要求你一定要是他的一个那个会员 那你就先登录 继续 然后接下来就把刚刚我是不是有一个网址 就是Google我用Google的协同作业是不是做好了一个网站 我可以发布发布产生的那一个网址 大家前面都要一起 ttps冒号斜线冒线size.google.com斜线view 斜线后面这是我自己定的名称 只有这边我跟你不一样 可以吗 我要强调讲一下就是说 刚刚那个协同作业你一定会产生一个网址 把那个网址放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进行人机身份验证 他就希望你不是一个机器人 就是登录一大堆 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的 好 所以你可以打勾 然后送出要求 这样就登录好了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你过了大概 我那天实际测试半个小时后 直接就可以在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找得到孙在阳电脑教室 就这么简单 可以了解吗 所以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学会 这就是一个网站 最后一定要做的 而且只要做一次 那当然刚刚在这个地方 还有看到除了Google搜寻引擎 是这样做吗 下面他就写说 下面下面是市场 登录到雅虎搜寻引擎 他说开启这个浏览器输入 所以我就点他 所以现在是不是到雅虎 就是在这里面 这里面 然后做法跟刚刚一样 就是你告诉他网址 然后按送出就好了 那时候后面的尾巴 那几个是你再增加 例如说我找那个病好了 登录到病 就是微软公司的搜寻引擎 然后点他 因为其实病跟雅虎一样 他说在这边输入我的网址 我的网址一样不会变的 我的网址一定就是固定这里 一定是把首页告诉他 我自己的首页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 下面就要输入这个大写的 LLP331 输入给他 然后提交就好了 但是他这边 定跟雅虎是统一的搜寻引擎 他说一个月的工作期 一个月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测试了 他是写说要一个月的工作时间 他会完成 好所以我就没有去等他 我只有测试雅虎30分钟就成功登录了 也就是说什么叫成功登录 像例如说好了 我在定这个搜寻引擎 我就一样输入 我两个礼拜前 就是我回去之后 我最后我就做这件事 我就直接输入 孙再阳电脑教室 然后搜寻 有看到吗 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好 可是您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我是在Google 我在Google 我这边我输入孙再阳电脑教室 是不是第一个就找到了 这个是我的网站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并他还有说一件事 他不保证 他可以帮你成功登录进去 全部都这样 因为这是我用Google公司的网站平台做的 所以他也不一定认同 是啊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最后一定要记得做登录 那你要确保一定登录进去 那要付费 还有付费登录 付费登录就是说 他可以让你透过关键字搜寻的时候 让你排在满前面的 这就是付广告的登录方式 好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因为我是拿Google的协作平台来去做网站的讲解 最后一定要讲解网站登录这件事 好 没有问题了 好 那其实做法应该蛮简单的 这边我就暂时先关掉了